喂 你在聽什麼? 在聽廣播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還有遲些份 和大家一起講香港播 宿角雖然是表演 但仍然有他真實的一面 宿角界內部的事情 你又知道多少? 這個世界這麼大 不是只有一間WWE 你又知道了 歷史動了 歷史動了 如果你是一個宿角迷 或者對宿角界有興趣 我阿Rick會帶你進入 宿角界最真實的一面 逢星期日 Only One Radio 宿角時報 Chinese Wrestling Audio 等著你聽 字幕君和Locky 我是主席 好 第二節 好像沒有 來得到 第一個 chuss找個UFC 174 先說新聞 因為近一兩個星期 都有很大的新聞 第一次就要 要講一個Vanderley Silver那件事 Vanderley Silver原本就要在UFC175打這個Chel Sunnard 是的 他本身是co-main event 那 main event就是在280打Chel Sunnard OK 但是現在出現這個情況就是 Vanderley Silver就說他逃避了這個drug test 就是一個藥物檢查的東西 變相現在這場fight他就是要被迫鋪掉 那他當時是怎樣發生的呢 就是內華達 那本身Vanderley Silver雖然是巴西人 但是其實他本身自己的健身是在內華達 是在拉斯維加斯的嘛 那拉斯維加斯的內華達的Athletic Commission 就派一傢伙來跟他做Random的藥檢 直接走了去他的健身那裏 走去他的健身那裏 但是呢 那他就說那個人呢 連帖子都沒有表演 什麼身份證明都沒有 又不知道他講什麼 不知道他講什麼 他就說他自己的英文不懂得說 那他就要等他的律師到場先 是啊 然後後來就不了了之就走了去 不知道為什麼等了很久律師沒有到 還是怎樣的 他就說要趕著去Florida 還是不知道去哪裡 趕著坐飛機 走了去算 其實就是外奸的揣測就是他想 結果那個藥檢就沒有做到啦 那當然 那內華達就說 好啦 那我不會批個license給你打的啦 嗯 那所以就要Poward啦 那他自己就說 不是啊 我的解釋就是這樣 我無論如何都要那天打的 就是他自己之後又發了一段短片出來 在Youtube有得看的 但是你 嗯 不Take the drug pass 那基本上某程度上 就是說你拿了東西的 其實呢 很簡單 那可能他計過那條數啦 他覺得他拿了藥檢 那他還需要多三至五天 來到 cycle off他 或者六天 那他就說 那我回來 那我去完Tuck Finale 之後回來才跟你藥檢 基本上他就是這樣說 嗯 但其實可能他計過那條數 那時候藥檢就clean 嗯 那現在就 講真一句 因為這一宗這樣的事情 就變成了Pinderly Silver 叫做有很多人就看這件事 就是覺得是他生涯的其中一個污點 因為你 嗯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的MMA選手 你 Tick drug test 是你應有的本份 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是 是 你 就是你 你 被人驗出你是 一個高原素含量過高 或者你 這個叫做 類固純情陽性反應的話 這個是一回事 但是你 是 連drug test 都逃避了去做的話 這個又是一個叫做 一個black eye來的 是啊 但是 Chel Sonnen 最後也是說 其實 Wenderley Silver 都不想跟我打 我這個真的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 連巴西那邊的粉絲 也都是對 Wenderley Silver 看法有些不同了 這個聲譽也都大受影響 Wenderley Silver 那個問題就是當日 他 亦都no show 我們之前的節目說過 他沒有去到 那個ultimate fighter finale 是啊 問題就在這裡了 之後 明明那個是他的隊伍 和新能打的 他的head coach 他沒有去到 他之後他就不去 他直接逃避了整件事 他就沒有面子見人了 但是他本身 他在YouTube video 就說 他搞定了這件事 就是他搞定了這個 Tough finale之後 回來就會跟你做試 但是結果 他連那個 finale都沒有去到 就是他沒有亂見人了 正如你所說 那真的 這樣不行 就是他明明說 他趕著不去做試 就是為了這件事 結果這件事 他沒有出現 但是別人做試 有deadline 就是你那場分 什麼時候打 你就要在哪一天 什麼時候 那時候就要做一個 毒測試 或者可能這個 這個毒測試 可能是隨便來做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就 因為這樣 那樣 Vende Silva 就鋪了 了 這場對決 變相 換入的一人 就是 這個 沒錯 沒錯 Vito Belfort 沒錯 Vito Belfort 原本就 這宗消息 一傳出來 那時候 我們 都 都 坐定了 應該會 有得看 這場比賽 但是 上個禮拜也 都出現了 但消息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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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呢 他呢 就在一個 節目裡面 就爆了 在口 就說 他聽到 就說 就是 Vito Belfort 他在 今年 年頭 二月尾 那時候 就曾幾何時 做過一個 一個 一個 的 藥物檢驗 是 那一次 藥物檢驗 就出現了 就 驗出 他是 這個 類固純情陽性 反應 他那個 體內的高軟受含量 超標 這樣 是的 那 那 Joe Rogan 說完這件事之後 外面 那些 MMA 那些 新聞網頁 亦都是大肆 報道 究竟 找到 究竟整件事 究竟是怎樣 嗯 去到最後 就 Vito Belfort 也在上個禮拜 發出了一段聲明 就是 他承認了 他2月27日那次的藥物檢驗 他是真的拘捕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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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那問題就是 你先說 那問題就是 他呢 就說 拘捕的時候 其實只不過是 高了15-25%左右 是啊 但是呢 他的一條文就是 其實 這些很正常的 有時候 那些人就算跟著 TRT的話 都會的 那我一舔了 之後 我就馬上去 找那個醫生 來再改善一下 那個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記得 他之前 他不知道 一年前左右 他說 因為我現在要很努力 去建立自己的 legacy 那所以呢 我就算 無論如何 我都會經常 自己去驗著血 然後來確定 我是沒有超標的 那變成他 那是怎樣呢 其實他有沒有這樣做到 哈哈 我不知道 但是補充一件事就是 他之後呢 也都是 幫自己 去做過一些 是 測試 然後呢 也都是 將這些測試 就 傳給了 一個 內華達州的 體育委員會 測試的結果 測試出來 是 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 有一個問題就是 不知道 那些 測試出來的結果 呢 內華達州 會不會 會不會接受 會不會 算不算數 但是 最重要就是 UFC現在這一刻 說支持他 呃 因為 你中間有很多 東西 因為 你 整場 展示賣票的 描述 你 整張卡 那個 整個 UFC的 那個 選手本身的 因為 他們現在 開始越來越少 就是 Star Power 變相 某程度上 可能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UFC有 有一點而想保護 呃 不只是保護 不只是保護 是想 保護整場比賽 因為你想想 就是 如果你萬一年 你 你給誰 給 Chel Sonnen 打 我覺得 他就沒有理由會 拔 Chel Sonnen 走 但是 隨便簽一個人來打 你不行 隨便簽一個人 名不經傳 走來打 你沒可能 他現在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 你 你 一個 是一個 Top Star來的 OK 你住在這場 175 在7月5日打 這一個是 叫做 美國的 Independence Day 你 Independence Day 永遠都是 一些大卡來的 因為 重要之日 一定是放一些 很重頭戲 上去打 那你當晚 你有Chris Wyman 對Yoto Machida Ronda Rousey 對Lessis Davis 接著就輪到Chel Sonnen 他們兩個 接著之後 他們騎著 他們在下面的 還有Uriah Faber 還有 Bruce D. Roy Alics 那個字 我不懂得到 Caceres Caceres 之後你還有 Steven Strew 對著 Matreon 其實這張卡 其實這張卡很損 是啊 但是問題就是 他都沒有辦法 現在既然 不測試 都測試到了 他都要想想 怎樣補獲 但是你想想 他現在還剩下不夠 四個星期 他還在這件事 是啊 現在 我不記得了 內華達州 那個決定的 會不會給 Phil Belfer 那張 license 是什麼時候 這個我要再 翻譯一下 如果我翻譯到一些東西 我想我們會在Facebook群組 一個MMA 熱血格鬥論壇 很長的名字 熱血格鬥論壇 很長的名字 我改不了名字 因為我們Facebook群組 那個人數 綜合格鬥論壇 那裡已經爆了人 現在還剩下不夠 哈哈哈哈 不要緊 或者之後 可能在我們會發佈 我們這個show的所有渠道 我們會報道這件事 除了這個消息之外 其實Chel Sonnen 也有另一個難題 什麼 因為本身他簽去打Wanderlei Silver 是205磅的 是啊 但是他現在簽去打Facebook群組 我不知道是他簽 還是UFC想他打 還是Facebook群組想他打 是打185磅 中間嗎 沒錯 那是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了 Facebook群組就說 不是 Sorry Chel Sonnen上個星期就說 我現在走到236磅 我還有4個星期 剩下不了 是啊 我要剩下50磅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剩下 就是說 其實呢 其實呢 他現在UFC去支持Facebook群組 其實就是送一下Chel Sonnen去死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 講真一句 如果 Chel Sonnen是跟 跟Vanley Silver打的話 Vanley Silver是很糟的 OK 因為如果你說計算這個 叫做 兩個的風格上 我覺得 Vanley 不不不不 Sorry 這個Chel Sonnen應該有辦法吃著Vanley Silver 我也同意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變成 變成是 Facebook群組的話 那就另一回事了 是啊 所以就變成了 Chel Sonnen那一部分 就會比較危險一些 是 你怎麼看 我覺得 他現在要剩下50磅 真的很大問題 但其實現在 Vanley Silver 有沒有可能 這一刻 他有沒有可能 去 去到 去到拿到一個 license 其實都是很有問題 其實 Facebook群組和 Vanley Silver 都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不如 我想 其實UFC 正在找第三個人 要穩定 要穩定 第三個人 他可以找誰 我真的想不到 他可以找誰 當然 他最 ideal的 就是 他想找 起碼有些 draw的人 一定要 來跟他打 Light Heavy 現在還有誰 會不會 找 Dan Henderson 他剛剛才打完 但是 Dan Henderson 也是很快 又再打 上一次 而且 他不可以打得 Heavyweight 之後 一定是打Midweight 是啊 因為他沒有 TLT的時候 他真的 已經拚了很多 上次 也能夠 199磅 就是 Dan Henderson 已經不是怎麼打 他 也能夠 199磅 即是他上擂台 跟Daniel Comidi 打的時候 可能也是差不多 是啊 所以 就 唉 有誰可以 跟他打 我真的想不到 你等我看看 你等等 不用了 不用浪費時間 這個問題 我們留給 Joe Silver 和Dana White 自己兩個在想 好好好 他們都不會聽中文 所以說完他們都不知道 是啊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跟John Jones有關 是 John Jones 原本 原本 就是 現在 第一名 就定了 給 Alexander Gustafson 自從 上次 Alexander Gustafson 就贏了一場比賽之後 沒有了 是他的 但是 John Jones那邊 就 擾讓了一段時間 他也很不願意 他很不願意 他是不想簽 那份 那份 Fight Agreement 就是那份 比賽的同意書 那 就 擾讓了一段時間 終於 上個星期四 UFC 終於 正式公佈了 就是 這場 Fight 可以實行 應該是 逼迫他簽的 我不知道是逼迫 還是有什麼 林本士 就哄到 John Jones簽到這份 Fight Agreement 又或者是 不知道 John Jones想通了什麼 我不管 總之 現在這一場 有得發生 那就是 一個Goal來的 什麼 一個Goal來的 一個Goal來的 這個 9月27號 在多倫多 我們一邊 又 我 我 我發覺一件事 嗯 John Jones 現在 都是在多倫多打的 都是在我們一邊打的 因為多倫多 可能他 他本身 他第一次來很成功 是啊 所以他每一次來 他都要找一個大的星星 因為多倫多的票 又賣得比較貴 他又想 哎呀 真的 找家閉好啊 他又想找些 哈哈哈哈 真的 其實很簡單 應該是這個理由 嗯 但就看一看 Jacky 因為在我們這邊 當晚會不會 我跟你一起殺下去 看看John Jones怎麼輸 哈哈哈哈 你覺得John Jones 真的會輸 我覺得 阿里山德格斯特森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上一次 阿里山德格斯特森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clinch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控制到 John Jones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他在第四個回合中 中了一下好認 是啊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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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那個 我們要研究一下 怎樣一起下去看 既然你說到他會輸的話 我也很想John Jones 真的 我是想John Jones 其實 我是比較喜歡 Alexander 但是如果輸了 可能有rematch 這個就要看看 那場match 打那時候 有幾close 有幾 有幾 接近 兩方面 打的軍勢 不是啊 我的 但是不知道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可能他吵吵吵吵 因為你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John Jones 是一張很大的合約 UFC是很喜歡的 就是他的like的廣告 是啊 所以呢 其實呢 你也沒有說什麼 他之前 短期內 他現在第七次 其實他打的那些人 裡面 你大部份都是 你打Rampage 其實Rampage 已經差不多下班了 他打Rampage的時候 他打Machita 然後Chel Sunlin 又送給他上去打 其實他打的那些 Fittor Belfort 本身也是中央 其實他本身 他也不是說 真的打一些很正常的 contender 來防守他的 嗯 不過 當然啦 John Jones 是很厲害的 是的 那Alexander Gustafson 這次他真的 找一個 最當打 還有 有差不多的 light heavyweight 來打 結果上次就打到他這樣了 是的 真的 上次真的 我們這邊有個 非常之出名的 MMA界的評論人 兼絕目主持 當晚他在後台 就看到John Jones 那個情況 就形容說 是 這個人剛剛好像撞了車 那樣 跟Alexander Gustafson 打完之後 他基本上他打到他 根本他都 要抬出去 他抬出去 真的 要抬出去 擔架 是啊 真的 我看一下今次John Jones 有什麼辦法來 去 克制著 Alexander Gustafson 而 我覺得 Gustafson 他上一場 他 給了一個感覺 就是他的clinch game 總部了 嗯 所以我想這一方面 我覺得 其中一個武器 是 Gustafson 可以克制著 John Jones 是的 加上他的 迫力也很好 是的 我們等一看 好嗎 嗯 要講講下個禮拜 在這個Vancouver那邊 就有這個UFC174 有一場這個Flyway的冠軍賽 Dmitry Johnson 這個神奇老鼠 就對著一個 Ali Bagatinov 是 你怎麼看 這一場 我認為 Dmitry Johnson 他的打法 就比較上 高節奏 比較快 那 Bagatinov 他的打法 雖然是比較上 aggressive 但是我覺得 他對著 Dmitry Johnson 抓不到 應該很難會抓到他 是的 我也是這樣想 接下來 我們有 這個 Komei 這場 這場 我想我和你都在等待 看 Romy McDonnell 對著一個Taiwan Rooney 是 因為 現在 就有一個 比較上 尷尬的情況 有一件 我們之前沒有提到的 Robbie Lawler Robbie Lawler 他自從 幾個禮拜前 他贏了 寫了 他贏了誰 Jake Allenberger 他贏了Jake Allenberger 之後 他的 所謂的 籌碼 可以挑戰 Johnny Hendrick 籌碼 又多了一成 變相 一話 就說 Rory McDonnell 和 Taiwan Rooney 這一場 誰贏了 就可以直接上去 打 Johnny Hendrick 但是 有時候 Dana White 那些決定 我不敢說 六時三五時變 之類 我不懂中文 怎麼形容 隨時 因為某些情況 而有改動 但其實上一次 Dana White 已經說了 打完之後 已經說了 其實 現在 就是 Robbie Lawler 是比較 比較高一點的 那個機會 就是去挑戰的機會 比較大 但是Robbie Lawler 就是說 其實Rory McDonnell 和Taiwan Woodley 打完這場 都不是代表他們可以馬上挑戰 可能他們也要再跟Robbie Lawler 來一個rematch 之類 如果是Rory McDonnell 但是 現在Robbie Lawler 如果你忘記的話 現在他是 預約了他 去對著 Matt Brown 哦 對不起 那就是說 Matt Brown 跟Robbie Lawler 誰贏呢 就是挑戰Johnny Hendricks 然後就是 呃 那就是 Taiwan Woodley 或者Rory McDonnell 要再踢一個比賽 呃 我這樣看 好看 Rory McDonnell 和Taiwan Woodley 他們在這一場 打成怎樣 他們一定要 隨便一個 OK 或者兩個 一 你要一個finish 我想finish 都不夠 你要是Dominant 如果那場比賽 你打到 沒什麼看 很悶的話 我就算贏了這場比賽 都不會放你 直接上去打 Johnny Hendricks 是 那如果變相 是這樣的 就是 萬一我作過 這場比賽 兩個的表現 都不是太過 太過 太過 太過達出 變相 到 如果 Robbie Lawler 贏了 Matt Brown 或是 那裡 就會直接 拉上去 來打 Johnny Hendricks 但是 有一件事 要提一提 就是 如果你說 會不會 有一場 譬如 我作的 情況 如果 Robbie Lawler 萬一他輸了 給Matt Brown 然後 Matt Brown打 如果 Taiwan Woodley 贏了 不是Robbie Law 贏了 Rory McDonnell 如果 根據 上 五歲 就分分鐘 有可能 Taiwan Woodley 他們有可能 他就要打 Robbie Lawler 而他跟Robbie Lawler 是同一組 是嗎 是 是 我前個星期 我聽過 Taiwan Woodley 他說了 原來 他跟Robbie Lawler 是同一組 同一組 是 ATT 是啊 但是 不知道 暫時 這一刻 根據上一次 那個 Post Fight 的 UFC 173 Post Fight 的 Press Conference Dana White 就是說 現在 Robbie Lawler 就是說 他也是想 預約一個 的 不過 看看 他贏不贏 應該贏到 Made Brown 其實Made Brown 不夠Robbie Lawler 真的慘 Made Brown 這麼辛苦 才打上來 接著又要遇過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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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始終是有點隔吃隔 我覺得 很隔吃隔 對 絕對隔吃隔 沒有的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爆蛋的情況發生 接著 另外 有一場 Ryan Bader 對著一個 他怎麼讀 Ryuan Bader Rafael Carvalcante 這一場你怎麼看? 我想正路應該是Ryan Bader 因為Ryan Bader的率交給他好 雖然Rafael Carvalcante的打擊有80.77% 但Ryan Bader本身是全美國 之前在NCW好像是Division 1的 Wrestler 而且Ran Bader的右手很有爆發力 所以我想多數都是不用考慮 但要小心一件事 Havier Carvalcante的打擊準繩度很高 Ko和Tko的百分比有100% 問題是最差的是我找不到Rich的優勢有多少 怎樣?我找給你 直接說下去吧 74吋? 74吋? 好的 接著我們又一場Brandon Sharp 對著一個很久都沒有見過的Andrea Lovsky 我想說一說Brandon Sharp 他好像很喜歡來加拿大打 他上次在多倫多也有他的份 對呀 不過我挺喜歡他 這次要對著一個前進UFC的重量級 Andrea Lovsky 對呀 終於回來了 對呀 他都在UFC打得很快 然後好像陳幾有時候又說出去打Bossing 打過1FC 打過1FC 然後現在終於回來了UFC 對著Brandon Sharp 這一場我比較難猜 好一點 他在Wealth Series of Fighting 輸過給Rumbo 嗯 Athany Rumble Johnson 對呀 所以 不知道呢 不過 我希望Brandon Sharp 贏 我覺得Brandon Sharp 贏的機會都是比較大的 但Brandon Sharp比較下寬 比較小一點 這個就比較小一點 這個就 這個可能是一個問題 對呀 主題第一場 我們有一個UFC對著Rion Ji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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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猜UFC對著Rion Jimmo OK 我也是這樣說 我非常有爆炸力 呃 他 我覺得他很技術 嗯 對 不用想了 對呀 但是我們好像 D.B.T.Johnson 我們猜了沒有 那裡 那裡 我們大概都 imply了 對呀 對呀 我不覺得 阿里巴卡爾特納 有什麼機會可以打贏 D.B.T.Johnson 我覺得 不過有時候很難說 之前我們都不覺得T.J.Dillard 可以贏到 嘩 那一刻真的 哈哈 那一刻真的爆冷 那一刻真的 對呀 所以有時候都很難說 對呀 很難說 暫時我覺得應該是D.J.人 對呀 更何況 你再說 更何況 他在溫哥華 那裡 那麼近他的Washington State 就是 基本上都是半個主場 對呀 對呀 那看看這個UFC174 可以打得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 接下來一個星期 Jacky 我們應該要一起看 可能 做不到 因為我有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有個 House Warming要去 哦 我之後回覆你 OK 到時候再說 但是這場 我就看得到 看看到時候 可以打得怎麼樣 那 今個星期的節目 我們就先做這麼多 好 我們下一次回來 看看會不會有些大新聞 看看 Beatle Belfer 那裡搞得怎麼樣 然後 UFC174 那裡又打得怎麼樣 好 好 是不是要開始說 7月5日那一場 好像要說 這麼快 呃 喂 現在都6月9日了 現在6月9日 下一集是6月20日 咦 下一集沒說 要說這場大事的 是啊 那我們下一集 希望下一集 知道 哪一個 和Chel生 還有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要切下去 Middleweight 呃 Crossfinger 希望這一場 就沒事了 但如果不是 就 希望他不用切下去 Middleweight 或者打Cacheweight 會比較好 呃 希望啦 OK 到時再說 我們今集的節目 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聽 各位聽眾 今集的節目 就不能這樣就完 因為在我們今集的節目 的後期製作期間 Chel生倫 和Beatle Belfer 那一場比賽 就有一些很突發性的 最新進展 就算 Vanderley 和Beatle Belfer 就出現一些 所謂藥檢的問題 之後 6月10日 那時候 就有消息公佈 就是 Chel生倫 他在 上一次的 Random 的drug test 亦都是 失敗了 那就驗出 他是服用 這個違禁藥品 那麼 是服用什麼呢 我們暫時不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 所以 他這場對著 Feedle Belfer 這場在UFC175的 戰鬥 就要被撤退 那就不能打 暫時我們得到的消息 就只有這麼多 看看再有沒有一些近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在下一集 隔斗實況 再會和大家報道 今集的節目 是這麼多 我們下集 隔斗實況 再和大家見面 是這麼 拜拜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節目內容 和收聽其他節目 請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